苏卵管造影 苏卵管造影是进阴道 弓腔内操作的 一般造影后会有 阴道少许出血3到5天 应进新生活15到30天 以免造影后同房过早 引起病原体上腥感染 导致苏卵管的盐 几盆腔炎的发生 如果是点油造影 应二到三个月后怀孕 如果是点水造影 苏卵管是通畅的 五合并其他不允因素的 下次约定静后可以被